你爸妈知道你谈恋爱的事情吗 知道 我爸妈知道我谈恋爱这件事 因为我谈恋爱的 刚开始谈我就跟他们说了 我谈恋爱是一件挺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多少人 把他正式的领到咱们家 或者怎么样 给我们介绍一下 成为正式的男朋友 他是正式的男朋友 当然已经正式了 这不是正式男朋友 这是啥 试用期男朋友吗 正式了你 他就是正式的男朋友 好 在这之前的概念都是有接触 痛 就真的是一种痛 你觉得我应该什么时候结婚吧 谈不上结婚了 就是到结婚了 不我就说是 就是我学的那样快 你不是生气 但我觉得他不接受这件事 我穿啥呀 你穿啥 这个 黑的挺好的 牛仔也挺好的 你穿啥 我不知道 我想看你穿啥 我再穿啥 因为我没有方向 女儿毕竟是爸爸的心头热 爸爸有钱到了别人 你这种心里头 这种滋味其实很难受的 你几点回来 不知道 十点之前必须回来 晚上回来咱们可以视频一下 又视频一下 必须的 感觉你在店嘟着我 哎呀我说十点钟回来就会回来的 我相信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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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十点啊 好 嗯 嗯 姐姐 搞得像去了 还是不舍啊 还是觉得那张就是 特别小 突然就是搞恋爱了 谢谢大家